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呢是早上的九点半左右 我们镇上的医院呢 有那个新冠疫苗可以去接种 现在是第一针嘛 所以我就过来了 我那个太磨叽了 之前我妈一直在叫我过来 快点过来接种 快点过来接种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过来 所以有点 今天又被她吹了 所以我就想 就爬起床 啪的一下 十几分钟就过来了 然后过来先签个名吧 大家过来打疫苗了 然后先在这边填了一个 疫苗的相关的同意书 这个疫苗知情同意书签完了 然后呢准备要进去接种疫苗 填一下信息 打完疫苗出来了 这边有一个流关区 哈喽 我现在呢已经接种完疫苗出来了 一般接种在这右隔膜上 本来我以为是说接种在左边嘛 所以啊 左边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那右边经常 右手经常要用 我怕等一下会痛 然后当时进去了之后 那个医生给我接种完之后 就说要在这个流关区这边 要等三十分钟 在这三十分钟里面 你没有那种不舒适的反应啊 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刚才给的 那个证明啊 接种的那个凭证 拿回去留存 然后等大概三周到四周左右 就过来接种第二针 嗯 那个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会觉得 在中国生活其实是很幸福的 像这个新冠疫苗 这个嘛 都是免费的 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当然 这个就不说不说大话了 首先就说一下 我为什么那么迟 才去接种这个疫苗 嗯 我呢 是属于比较怕打针的 从小到大都怕 所以呢 就一直拖着 一直拖着 不愿意打针 我妈呢 之前 在我四月底 五月初的时候 回到玉林的时候就一直劝 哎呀快点去打疫苗 快点去打疫苗 那个时候呢 第一针疫苗呢 好像还蛮多人去排队的 所以呢 经常要预约 有时候会预约不上 呃 后来呢 大概到了六月下旬 就只能接种第二针了 那第一针的话 就要另外安排时间嘛 所以我也就拖拖着 现在呢 七月初了又有第一针 现在呢 就不用排队了嘛 所以我妈今天早上就说 啊 你快点过来接种疫苗 那我想 嗯 那接种吧 然后 这个是我怕打针 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 嗯 我们中国嘛 是目前呢 国门还是防范的 比较严一些的 防控的比较严 对于新冠疫情这个 大家也可以发现 就是说 像现在什么 呃 国外呃 的人员 国外的中国人啊 华人啊 他想要进入中国的话 这个防控的措施 是比较严格的 呃 当然 也不可否认 确实会存在的一些漏网之余 像现在呃 云南 瑞丽那边 时不时就会有几例 这种呃 新冠的疫情患者 会进入到中国 像缅甸那边呢 啊 东南亚那边地区的人员 还有 呃 云南本地的一些 受到感染的 也时不时就来几例 所以你会觉得 有点不太安全 那 我们中国不可能 一直都会把这个国门 延 防范的延 特别严密 特别死 以后还会敞开这个国门嘛 所以呢 现在世界各地这个新冠疫情那么严重 那到时候如果敞开国门 如果我还不接种疫苗的话 那到时候吃亏的是我 吃亏的是我们 呃 中国没有接种疫苗的呃 人民 所以呢 尽早的接种疫苗是最好的 最正确的选择 而且现在疫苗是免费的呀 是不是 就是不要等到收费了 再去接种 是不是 所以尽早接种是最好的 心情啊 那个也比较安心嘛 对吧 然后呃 我是打算呢 现在就是今天是7月12号 我打算接种完疫苗之后 大概再去接种第二针 大概过一个月这样子接种第二针 我还打算出去外面去玩一下 所以呢 现在尽早接种 对于我今后的计划安排会比较好 没那么受限制 我妈也比较安心一点 主要是 哦 对 哎呀 好了 我要再等个20分钟吧 现在10分钟也过去了 差不多10点 我9点40多分接种的 要等半个小时嘛 再等会儿 这旁边有一棵树 上面长花 很好看耶 大家看 它这个花呢 是下面长一段 这个好像也是花苞啊 然后中间先开花 之前有个网友说啊 今年只要是棵果树 都会丰收的 因为它长过了 你看这个就是医院的 龙眼树 很多果 现在呢 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已经拿回那个疫苗接种凭证 要准备回去了 太阳特别烈 准备将近11点钟 就会很晒啊 所以赶紧回去了 哎呀 开个锁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亲爱的莉莉成为我的粉丝 点个关注不迷路哦 顺便长一个三秒钟的赞吧 谢谢大家了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